如果有可能和王思聪交换一下人生的话,是你你会同意吗?或者更大胆一点,换种性别,甚至是和动物互换一下身体,是不是听着就很刺激呢? 其实这种换体游戏,也就是把换位思考,玩到极致了吧,可以真正走到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,今天我就来推荐几部跟互换身体有关的电影,大家来看看哪不更有趣,匆匆有个场子线。 一,你的名字,2016年,由日本著名的动画电影导演辛海成制作的作品,在当年拿到了日本票房历史的冠军,在内地上映也是引起一片热潮,故事的两位主角,一个是住在山城的高中女生三叶,一个是住在东京的男生龙。 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自己总是在梦里面成为对方,过着对方的生活,和对方的朋友一起玩耍,经过一番寻找才发现,他们两个人真的灵魂出枪,到了对方的身体里。 而这一切的缘由,则是一个即将撞向的,求得会星,命运的安排让他们彼此连接,似乎背后还有着其他的意义。 这部电影里有着星海成冠有的绝美作画,彗星降落的画面依然美轮美化,但这一部不在一位选景,故事和情感和心比风景更专人,男女主角互相之间的连接也更加动人。 二变脸 1997年,由中国香港著名的犯罪电影大师吴宇芬前往好莱坞拍摄的商业大片,邀请到了美国著名影星,米古拉斯凯奇和约翰特拉沃尔塔家吗? 故事讲述了凯奇饰演的恐怖分子和特拉沃尔塔饰演的警探,原本是对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对手。 在一次犯罪以外之后,警探决定要和昏迷中的恐怖分子进行整容手术,护发脸皮。 这一切的原因还要从恐怖分子误杀了警探的儿子说起,为了能够为儿子报仇。 警探变脸,成为恐怖分子,就是想要深入虎穴,指导黄龙。 这部1997年上映的好莱坞犯罪大片,在当年创下了非常辉煌的票房记录,也因为不缩的影片资料,成为了广大影迷,包括我心中的经典。 三,刀钥匙的方法。 2012年,有日本著名影星街哑人,香川赵之和广莫良子搭档,主演的一部经典喜剧剧情片,在当年也是拿到东京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。 故事的主角是街哑人饰演的颓废财男,和香川赵之饰演的冷序杀手。 某天他们在澡堂遇遇,因为一块肥皂双双滑倒,于是互相交换了身体,只能过着对方的生活。 最好玩的是,香川赵之在换了身体之后,因为老振荡失忆了,还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那个颓废宅男。 而街哑人,则发现这个冷序杀手的身份似乎有那么点不一样,整个电影的故事非常的有趣。 其中还有几次大的反转,为了保证观影效果,我在这就不多剧透了。 喜欢的同学一定要去看一下,其实韩国也搬拍了这部电影,但我没看过,看过的同学可以说一下怎么样。 四,九条命,2016年。 这是一部法国和中国大陆合拍的喜剧电影,由奥斯卡影帝凯文史派西主演并现身配音,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猫咪有关系的了。 故事讲述了凯文史派西饰演的主人公,是个彻彻底底的工作狂。 对家庭和女儿平时疏于关心的她,在女儿生日那天决定要去宠物店买一只她最喜欢的猫咪作为礼物,再没想到,这在宠物店地老板似乎会施展某种法术,把她和这只猫咪的灵魂互换了身体。 她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,和自己的家园进行交流,才能从困住的猫体中出来,做回人类。 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美国主流家庭电影,传递的是美国主流的价值观,但是影片本身还是很有趣,而且讲讲这些正能量也没什么不好。 如果你的父母也是工作狂,可以给他们看看这部电影。 5.千军一发,1997年,这是一部由伊桑霍克、乌马瑟曼和邱德洛这三位知名的影星主演的科幻惊悚大片。 在当年也算是写点电影了,故事发生在近未来,人类通过天津的基因工程可以实现优生优越完美的后代。 但伊桑霍克饰演的文森特却是个天生基因不良的意外,出生就带着心脏病的他注定只能活到三十岁。 而修德洛饰演的杰罗姆,则基因优良,天赋一饼,但在一次一晚中下之他会不能走路。 为了能完成彼此的梦想,文森特决定和杰罗姆互换身份,然后代替他前往太空旅行。 可这一切的计划却因了一个谋杀案变得不可控起来,这是不相当优秀的科幻惊悚片。 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,印象非常深刻,影片各个方面都堪称精品,导演对节奏来捏得非常精准,看似平淡的叙事表面下,就暗流涌动,回味无穷。 6,万能要是2005年,由英国导演伊恩索夫特雷指导,女神级演员凯特哈德森主演的惊悚,悬疑外加恐怖的烧脑电影。 凯特哈德森饰演的女主角卡罗林,其实也是个保姆,有见他受雇前往一所偏远郊区的大房子里,照顾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头,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越发觉得这个原本就因森诡异的大房子里,绝对有什么古怪。 卡罗林从雇主拿到了一把,可以开房子里所有们的万能钥匙,他决定用这把钥匙,去看看阁楼上,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 这不算是旋理恐怖类型的电影,从片名看似乎和互换身体没什么关系,只有当影片最后一分钟迷笔揭开的时候,大家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。 所以在这我也不多知透了,没看过的先去看完我们再讨论,以上几部就是我觉得比较经典的互换身体题材的电影。 大家觉得如何,你们还看过哪些觉得好的,可以推荐给我,我去看看。